要來介紹今天的GNN重點是黑金 稍微補充一下這次的黑金一共有兩張 但是下禮拜開的卡匣一共會有三個黑金的卡匣 分別是這次的主角巴黎的卡池 跟夏娃的卡池 那第三個算是復刻的拉普拉斯卡池 而拉普拉斯跟這次的黑金他們也有一些聯動 所以有跟著一起復刻 除此之外在下個禮拜一維修過後馬上登入就送十連抽 而這十連抽裡面是都有機會可以獲得巴黎跟夏娃的 比起之前一天送一抽 不知道大家喜不喜歡那種一次就送十連抽 這種直接定生死的感覺 同時配合新黑金 古壁封印也會同步開放 而這次更增設了之前的天選 黑金的光顏熙跟暗顏熙 以及很久之前的喵喵大將軍紅靈這三張卡片 也會新增在這次的古壁封印裡面 然後跟黑金有關還有一個 在下禮拜一的時候也有儲值送好禮 買30送30的儲值活動 好啦那這邊再來要介紹今天的主角就是黑金的部分 這一次一共有兩張新黑金 我自己認為夏娃是比較偏向於隊員性質的 而巴黎是一個很強的隊長 然後這邊也先來聊 那巴黎當作隊長的話 跟拉普拉斯還有一些聯動 這兩張當作隊員就可以喔 不見得一定要巴黎當隊長 就會有額外必然延長尿毛的轉租時間 以及最左方的拉普拉斯攻擊力還會再提高1000點 再配合拉普拉斯他自己作為隊員的話 也會有幻象跟真實 雖然幻象沒有閃避了 因為閃避是要拉普拉斯當隊長才有 但是真實的情況他自身攻擊力他再提高1.5倍 再配合攻擊力只提高1000點 這也算是蠻有利的一個小征服了 而我自己更滿意的是 這次的巴黎 曾夏娃和拉普拉斯都有不同的組合技能 拿拉普拉斯來說 他當作隊員其實蠻尷尬的 因為第一招幻象不能閃避 那基本上價值就大打折扣 但是我有問官方 官方回我說 組合技能是拉普拉斯的第一招 那等於說 組合技能就直接把這一招當作祭品 他會移除場上所有的符石 然後掉落這個固定的版面 三回合內 巴黎跟拉普拉斯還會再追打兩次 並且無視無數盾 而且期間不會被封鎖主動技能 如果隊長為巴黎的話 還會刷新護盾 咦? 那這樣的話 那巴黎等一下會介紹到會有護盾 那這個主動技能應該算是強勢 而且如果是拿拉普拉斯的第一招來用的話 實際上就等於說 這兩張卡片的隊員組合 實際上還是有兩招很強的技能 一個是這個組合技能 那另一個是拉普拉斯的第二招 而同時巴黎的主動技能 單開也有一定的結版能力 就看玩家們實際戰鬥中的需求了 以上是拉普拉斯跟巴黎的一些相關聯動 那再來要來介紹夏娃的部分 首先來看一下隊長技 魔跟妖攻擊力6倍 其他屬性符石兼具50%水珠的效果 然後每回合會回復 這張黑金夏娃 以及妖魔請成1%大獎魔族夏娃 的攻擊機子總和的生命力 比較小可惜的是這一次的夏娃 看起來不是以隊長來設計的 因為夏娃的隊伍技有三個能力 這次的第一集 克魯菲跟夏娃當作隊員的話 那克魯菲的生命攻擊會提高2倍 那技能CD會減1 這個比較跟隊長沒有關係 這是第一個喔 那第二個是 拿之前火屬性的那個夏娃 當隊長的話 那如果你有拿這次的黑金夏娃當隊員 那夏娃還會多了一些額外的能力 可是這個跟這次的黑金當隊長也沒有關係 那再來第三個 是這次黑金的夏娃當作隊員的時候 會有一些額外的效果 首先消除4顆符石就會獲得金果 那每回合最多可以獲得2個 那最多是同時4個金果 4個金果的時候 夏娃攻擊力會再提高1.5倍 以及夏娃直行消除5顆水符石的時候 那最左方的那個夏娃數量 有幾個夏娃就會再追打幾次水屬性攻擊 這一招的好處是當作隊員也有的話 就算是一個還OK的能力了 但這些都跟當隊長技沒有一些太大的關聯 實際上他當隊長第一個看到的沒有背血也沒有淹淼 這樣子的話可能以現在的環境來看 夏娃比較不適合拿來當作隊長使用 那再來關鍵就是主動技能的部分 這邊直接來看一下主動技能 首先每回合的夏娃都會增加一個經過 那如果隊長是妖魔請成的那個夏娃的時候 每回合那個夏娃還會再增加一個經過 那第二點比較沒有關係 那第三個是必然延長1.5秒的轉租 以及魔族成員可以克制目屬性的目標 另外隊伍中有兩個以上的魔族成員 連擊還會提高40%的攻擊 其實簡單來看這個就像是一個 內建魔族專用的血位啦 而且還附帶1.5秒的必然延長秒數 然後第四點應該就是你魔族成員 對目屬性還會額外再提高1.5倍的傷害 以及關閉的時候一個經過就可以直接增加3個combo 那最多4個經過就是加12combo 並且4個經過的時候 所有成員的攻擊還可以無視攻前盾 大概沒有意外的話夏娃會是之後 魔族一個很好的先發隊員 因為連擊的傷害提高40% 就算是很有力的增傷效果 那更不要說還有必然延長秒數 以及關閉的時候還有一些額外的附加效果 再配合剛剛夏娃4個經過會有1.5倍的自身攻擊 那其實夏娃給予的增幅傷害算是提高很多了 更重要的是夏娃跟巴力也有組合技能 引爆場上所有的符石掉落固定的這個版面 三回合內還會增加9combo 那三回合內巴力跟夏娃的直行符石還會變換為魔族符石 而如果你隊長是巴力的話還會刷新護盾 那稍微付諸一下刷新護盾是只有一回合的效果 而這個要說的話就是夏娃他可以開啟之後 他技能不是可以關開嗎 如果你開啟之後你夏娃的技能又跳起來的話 你是可以在他常駐狀態的情況之下 再次發動這個組合技能 以搭配來說算是也還不錯的一個搭配 不會犧牲掉夏娃的主動技能 再來要介紹魔拳在握巴力 他的隊長技是自身屬性攻擊力6倍生命回復1.8 那這邊說到自身屬性的話代表巴力等一下會轉速 不然他不會用自身屬性 他直接按屬性攻擊力6倍就好啦 並且每經過一層關卡 隊伍的攻擊力就會額外提升最多3倍 那正副隊長的話就9倍 那代表說你第一關跟最後一關的傷害差距至少是9倍的差距 那其實也算差蠻多的 並且每回合在轉速的時候 你消除一組直行的4顆符石 那全隊就額外提高1.2倍的攻擊 那最多提升4次的話大概是提高2倍吧 但是正副隊長的話這樣子就差了4倍的傷害 再來就是隊伍技能的部分 然後如果你拿巴力當作隊長的時候 就會有護盾的效果 而隊伍中沒有一個魔族成員 就可以獲得1萬點的護盾 那代表正副隊長的話最少就是2萬了 如果隊伍中全部都是魔族的話 更可以把護盾提升到66666 這個是拿巴力當作隊長就有 再來有一個很特殊 如果你拿巴力當作隊長 但是你隊員有6個魔族的時候 全部成員的屬性都會變成左方的第二位成員的屬性 這其實算蠻特殊的 第一個可以用整隊變屬性的純色隊 但好像也不是 但也是因為這一點效果 那巴力的隊長技才是說自身屬性攻擊力6倍 然後生命恢復1.8 比較小可惜的是 如果全魔族的這個要求情況之下 那1.8的這個血量加成 好像就剛剛好而已 而並不會說血量太破格 但是你們聽可以全隊轉屬性 這好像有一些 不知道有沒有什麼新鮮的玩法誕生 再來其他的隊伍技能 都是拿巴力當作隊長及戰友才會有的效果 首先 隊伍中的巴力夏娃拉普拉斯 他們的攻擊機值會跟隨攻擊機值最高的成員 那當然強調這次攻擊機值 並不是像主動技團長迷你阿達斯 開啟之後攻擊機值可以暴衝這個 然後這邊的引爆符石是 你移動符石轉完之後掉落完之後 你可以點選場上的一顆符石 你可以把它當作瑪雅 那點選之後 你點選的那顆符石的掉落直行橫行 就會是那一個符石 例如說我暗屬性嘛 我點暗珠就會引爆那個暗珠的十字 然後並且掉落T字型的暗珠下來 那如果我整隊是水魔族的話 我可能就是要炸十字的水族 然後掉T字的水族這樣下來 然後再來是無視指定形狀盾 如果你消除五顆以上的水火木符石的時候 魔族攻擊力1.5倍 並且魔族成員攻擊會無視指定形狀盾 那當然這五顆可能就是 我可能炸水火木的話 這個就可以非常容易的達成 因為它這個沒有限手消嘛 而且又有額外1.5倍的傷害提升 然後另外下一個消除五顆的光暗或者是星浮石的時候 魔族一樣提高1.5倍的傷害 並且魔族成員有無視固定連擊盾的效果 這邊簡單來說 如果我的巴力是暗屬性 我可能就會消除五顆以上的水火木 先求1.5倍的增傷 然後去炸暗珠 然後這樣子至少增傷可以吃好吃滿 同時有無視拼圖盾跟固定連擊盾 而這個五顆以上的要求 再配合那個十字掉落 其實算是非常的容易達成 那這邊再來看一下另一個被弓的部分 就是剛剛講的1.5倍 然後你水火木有1.5 那光暗星有1.5 而外還可以提高2.25倍的傷害 那減傷的部分 巴力整隊都有25%的減傷 那算是一個有減傷有護盾 也算有血量的一個隊伍 並且受到敵人的反擊傷害會減少85% 現在很多敵人都是200%的那種連續反擊 那幾乎轉到就是死掉了 那現在85%的減傷這樣算下來 好像就又還好了 那以上這一些是巴力的隊伍技能 再來是主動技能的部分 魔鬼的代號CD7 對敵方全體直接造成6666萬的無屬性傷害 此傷害無視敵人的防禦力強化突破以及攻前盾 並且一回合內自身攻擊力會提升至6666 然後巴力的攻擊更可以無視服飾連擊零化以及指定連擊反應的敵技 那如果自己巴力是隊長的話還可以再刷新一次護盾 那如果你自己巴力的話一定是正部隊長嘛 等於說你CD7有兩隻角色都可以刷新護盾 那這樣子再回來看一下隊長技能 那簡單來說巴力應該就是全魔族的隊長 又或者是他可以帶一些雜色的種族 然後並且以暗屬性為主的隊長 再來在下禮拜一的時候也會有聖誕節的工會任務 那工會任務打的這張卡片是CD6 將所有符石裝為強化符石 一回合內隊伍中還會有攻擊力回復力提高1.5倍 並且首批掉落的符石以強化符石代替 那如果隊伍中有人族跟妖精的話 那發動技能還會-2的CD 感覺像是金恩的新玩具吧 並且這次的工會任務積分 也有在送之前的夏娃的這個聖誕造型 而且下個禮拜又有全新的傳說魔物系列 那這張卡片CD6 將新珠轉換為隊長屬性的符石 並且木珠轉換為木的強化神珠符石 一回合內隊長自身 隊長跟自身攻擊力3倍 那如果隊伍中沒多一種種族 還會額外增加一回合的效果 最多可以持續3回合 最後一個要說的是 在下禮拜一的時候 又有全新的十一封故事的序章 但是這一次 與諾將會遇到能力龐大的蜂王角色 而有別於以往的蜂王 這次的蜂王會以異變的知識登場 那到底其中發生了什麼事情 到時候在下禮拜一 玩家們挑戰主線的時候 就可以知道了 那今天的影片先介紹到這邊 感謝大家今天的收看 我們下部再見囉 掰掰 ứcスキ siblings característ gepです 는데요 字幕志愿者 很心卑鄉